姜大哥对外貌有一定的要求 家住长春的刘大姐 也正好是个气质有形的人 姐 是刘玉杰姐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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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杰 60岁 丧偶 现居住长春市 建工集团退休 退休金2400元 太年轻了 不行了 能问一下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我是60了 60 太好看了 我老了 你小便是今天谁给输的 自己输的 平时也这样输 那墨镜是装饰吗今天 是啊 我平时 要是有风就带着 不仅是红娘惊讶 这刘大姐看起来 根本不像60岁的人 一身素装 优雅大方 又很洋气 这份气质源自于 她热爱生活的每一天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退休了 那之前做什么工作的 之前我就是在那个 我在单位是整个公司 退休又十年了 退休十年了 我们五十退休的 那这十年 那个退休之后 你都做什么呀 愿意旅游 愿意走 特别喜欢香水 特别喜欢香水 就是说如果要是那个 过生啥的 说送礼物 说啥别送 就送我香水 我愿意看书 愿意看什么书 文栽什么的 愿意看那些东西 原来看报纸 我订报纸已经十年 现在有的时候看看咱是啥的 有的时候反正摸起啥时候 都喜欢那就看看 刘大姐的年轻容颜 真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这种高雅情操 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家里 做一些家务什么的 因为在厨房里琢磨吃的 小猫 明明 真小猫 明明 来 你好 你跟我还挺好呢 你不怕我吗 来 我喂你点吃的吧 姐 为什么平时要带着猫粮什么的 这个话说起来有点长 就是十个年了吧 然后有的时候吧 以前没有想着带 后来就觉得见到他以后 我就啥也掏不出来 完了从来以后 我说再出门 我就带一点 他不是浪漫 不是浪漫 现在的猫都挺漂亮的 这个有可能是有养过 然后给人 他就粘人 这样 他直到和人亲近 最有趣的就是说 我家就是两年前装修的时候 我在外边住了一年住的房 后来我家邻居回来都说 说你走了以后 留你走了以后 那猫坐在你家楼下 养活一直丑 我家二楼嘛 就丑 他就知道我在那儿 后来我走那段时间 我看不行 我就买猫粮放在我家邻居 我说每天你给我送 给我送了半年 人没了以后吧 我就真的就变了一个人 彻底变了个人 以前真的一天真的活蹦乱跳的 一天特别特别开心 从那他没了以后 去几乎就是变得沉默了 属于心梗 突然就没了 上午还上班 晚间回来就是血压高 叫的120来了以后 送到医院 第二天早晨 就送给你 如果有病了多少年了 送到了也好 关键是他这瞬间 就要受不了 这些年眼泪都流干了 但是提起来还是不行 从今往后就会快乐起来 好几年我就快乐了 因为好 人去就过去就过去 然后洗一次 迎来新的生活都准备好吗 准备好了 说起新生活 刘大姐也说出了 自己对于未来 另一半的标准 儿女得同意这个父母在婚 别不同意到时候不好相处 工资方面无所谓吧 退学也不都是三四千四五千的样子 身体好 好 好 好